我刚才本来想在桥那个位置照一张相 但是那个桥是还太高了 我这一过之后呢 基本上到胸口的挡上了 照下来 而且这个桥的那个位置啊 风特别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 就感觉很危险 我总担心我的摄像机会掉到这个水里 所以呢也不太敢使劲去把你这个角度 使这个我能够这个全身能够照出来啊 不太敢动这个摄像机 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石台下面就是河 这几个小花也挡不住我的摄像机掉也不一掉 但这个河对案非常的好 你看这个他们出门啊 是一条河 你看到了吗 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有船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些人这个这个门我估计是在另一侧啊 像这样一个小镇呢 是非常漂亮的 你想一想 这个自己家的房子前山后水那是什么感觉 这边是这边是河出门可以去河里面那边看一看这个风景 在那边还可以出去非常的好 而且这边的房子你看都修得非常的棒啊 一级棒 而且是很古典 这就是有钱的话真是希望在全世界各地啊都能买一只买一只房子 我估计啊像马云啊这个就是小马哥嘛小马那种或者是小比啊小比就是那个 比尔盖茨这些人我觉得他们都应该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房产 当然呃如果说他是像巴菲特这样一个非常会算计的人的话 我觉得那他可能更多的是住住旅店 因为他有钱的话他可以住各种好的酒店 房子的话还需要自己打理 比如说交什么呃各种费用啊 对不对 煤气费电费 你这一有一来的时候没交煤气费 然后结果用不了煤气就糟糕了 水费也没交 所以呢 我觉得他可能为了避免这种麻烦呢 他可能不会去买 或者是买了之后呢 也给去让人来照料 这个对他来说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 你看这边的楼呢就比较新 就是这这个这个河的这个外侧呀 就应该是新区了 所以他这楼都是后盖的 但虽然是后盖的呢 但是也是非常符合当年的这个古典的这种风格